这个无土栽培和土壤栽培究竟两个在长势各个方面对比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今年正好做了两个大棚 同时栽种同样的品种 同样的大棚 我们看一下每一个长势情况 然后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两个出现差别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无土栽培 看一下无土栽培的长势 可以看一下 金杆 我们先看金杆 然后再看叶片厚度 再看深藏点 这是无土栽培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土壤栽培 工人还在这干活呢 这个是土壤栽培的 我们随便进去看一下 来 看一下 整个长势 这两个品种都是博洋六一 这个最好的一颗 来看金杆的粗细 看叶片 包括叶片大小我们都可以留意看一下 这一看区别都出来了 这个不对比不知道啊 这一对比都比较明显了 首先这个无土栽培它是个金杆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啊这个比这个土壤栽培要粗壮一些啊 叶片的大小包括厚度都要高于土壤栽培 这一对比以后就很明显 然后像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无土栽培这样啊 因为它那个机枝呢 它是要模仿土壤 但是呢 你既然是模仿 你肯定要高于土壤 所以说它在偷气性 要比土壤高很多啊 土壤栽培好了以后呢 那么根系的啊 生长的速度啊 包括根系毛根呢 侧根呢 它的数量啊 包括根系的发达程度 肯定要优于土壤栽培了 虽然说无土栽培它的 保肥保水性不好 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少量多次去浇水啊 这样就弥补了它的保水保水性啊 差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体长势 完全不一样了 前期长势啊 壮了啊 好了 那么到中后期 这瓜个大啊 品质好 然后不容易早摔 等等等等问题 都能表现出来了